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视频的就是董哥 不知不觉万页总算是要复刻了 最近我一直以来被问到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万一复刻的时候还值不值得抽啊 3.0万页到底还行不行啊 这米还有把万页雪藏了这么久 现在去抽万页会不会有一点对吧 稍微太晚了一点 目前而言万页在社区是怎么样的一种评价呢 嗯基本上应该是跟1.5 1.6末期的温迪差不多吧 都是属于玩到官服的人权级别的角色 我这不是想吓死什么的 就单纯的就是说事实嘛 在1.51.6的时候 我想大部分的玩家都也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温迪将会是永久的人权角色 而如今的时间点 我们在2.7这个时代回头去看的话 故事的结局是非常明了的 我也可以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说温迪不行了 单纯就是他自己菜嘛 就单纯的就是缺点被暴露出来了 呵呵呵我也只能说玩家们也是很现实的角色在巅峰期的时候就是歪歪低死 落魄的时候就是本身就菜呀 你本来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高度 现在下来了不是很正常的吗 呵呵所以说嘛 一边吃可乐 一边喝着瓜 看人间百态是一种非常享受又有意思的事情 你说是吧 八重公司大人 关于万叶的未来 我也一直在思考 但是我在思考的时候 重点并不是在万叶本身 而是整个原神的大环境以及大警官 既然很多人说温迪现在落魄是因为他身上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了 那么我们一起去反向思考一下吧 万叶如果想要在3.0也保持现在的人权统治力的话 关键的因素在哪里米哈游的游戏设计组又在背后布什么样的局 他们现在正在尝试遮掩起来的又是怎么样的内裤 这是玩家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早在两个月以前我发布过一个这样的视频 跟大家聊了聊雷音权限跟万叶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新观众还没有看过的话 一会结束了 可以回去看一下 简单的总结就是面对雷音权限这种自带元素 自带附着的元魔的时候万叶的所有的增伤机制都会化为白板 这种缺陷我知道米哈游知道很多玩家也知道 但是我可以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主张 如果有太多元魔自带附着的话会影响到其他角色的生存 自带附着的元魔一旦多起来了 那么受伤的角色也未免太多了 而且自带附着的元魔打反应成本实在太低了 米哈游才不傻呢 所以你说的这些就不算是缺点 我今天不是来跟大家聊那个话题的 老实说关于那部分雷音以及万叶的内容 我本来也只是想科普给更加轻度一点的玩家罢了 那些内容可能对轻度一点的玩家而言尚且是属于比较硬核的内容 但是对我而言真的是属于基础中的基础啊 属于思考的表层的皮毛 所以我压根不屑去反驳雷音那样的元魔会不会越来越多 因为现实是i don't care 我的思考是有很多的拼图拼在一起形成的 重点绝对不是表层的一个一或者两个现象 而在那个视频里面 我也提出过一块比较有意思的拼图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那就是在水雷共存的情况之下 必须优先扩散完全部的雷元素之后才能够跟水元素反应的 但是雷音全身拥有无尽的雷附着 就导致了万叶面对雷音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捡水炕的 ok 那么大家就记住这一点 来跟我一起去思考一下 想必大家一定记得就是我在夜兰的硬核片里面提出过这样的一种观点 那就是在2.0之后原神进入了打装的环境 然后原神的战术体系分成了有班尼特体系和无班尼特体系 没有班尼特的体系呢 一般是需要磕金的 把一大堆的五星资源堆起来 才能够勉强进入舒适的打装队dps区间 这种现象直到夜兰的登场才被一巴掌直接终结 事实上在一斗复刻的视频下面 我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观点 说他抽一斗 抽了整只的颜队最看重的价值就是颜队不需要班尼特 其实除了一斗队之外 原神有非常多的配队是不需要班尼特的 但是正常来说都是需要四到六斤 甚至更多的成本才能够达到打装的队伍标准 也就是超过6万的dps 于是我就在视频里面这样发问到 大家去思考一下班尼特曾经有这个能力 把原神的体系直接错开成两半 那么同样作为顶级的辅助 万叶是否有跟班尼特同等的战术价值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发问前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被解答了 因为原神的强度大警官从来没有被分成有班尼特 没班尼特和有万叶的三种体系 那么答案自自然然就很显而易见了呀 再结合我前面的那个问题 你再深入去思考一下去想一想万叶的普遍的配对 如果你是一个更为深度的玩家 很显而易见的是你会发现万叶的强势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在绑定班尼特为大前提的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万般组合 目前原神有非常非常多的民生大造的队伍 而在这些队伍里面你都可以发现万叶的身影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基本上同时存在班尼特 没有班尼特只有万叶的体系 你会发现输出都是相对而言比较乏力的 就打比方说与永东队神鹤万星 你会发现队伍的dps能不能算上6万 怎么样都是看那一把误切之回光的 在低造价的情况之下 而高造价的话你会发现提升幅度 基本上也是集中在神里凌华的命之座物切的经验 以及深刻的命之座上面 事实上万星鹤以及物切之回光这四斤摆在一起 如果你成本限制在普通的月卡玩家的层面上面的话 都缺的话抽哪一个提升最大 你没有猜错就是物切之回光 关于抽取的优先级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但是很显然在涌动队里面万叶是不是主c之后 抽取优先级第一是非常有争议的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心海武装上面 我不是这样说过吗 对于心海武装这种聚变队伍而言 你上万叶还是上砂糖 实质上差别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的 所以到这里你也许就会明白了万叶跟其他辅助之间 拉开一大个身位的根本原因 绝对不是有万叶而没有班尼特的阵容 而是有万叶又有班尼特的阵容 因为他跟班尼特之间的相信比大部分的辅助都要好 这个才是事情的表象下面的真实 一旦跳出了万班这个体系 你会发现万叶是一个表现不错 但是很显然不会上升到必抽 或者说是永远的人权这样的级别的角色 但是这已经足够优秀了 因为他搭配班尼特的时候是95分 搭配其他角色同样也有相当强的泛用性 这样综合下来的表现也足以让万叶确确实实 作文2.0时代限定五星第一辅助的这一把交椅 我早就说过原神本身也没有什么完美的角色 任何角色都有缺点就包括班尼特 所以对于万叶而言 他可以在一部分的学科拿到95分 在一部分的学科拿75分 综合下来平均分最高 这也足够说明他的优秀了 所以离开了万班之后 万叶的表现并没有特别出彩这一点 我觉得并不算是什么巨大的扣分点 因为他太方便了 可以迎合各种各样的战术 所以在2.0的战术体系下 如果要问抽取建议的话 万叶是怎么样都在前五的 抽一个真的非常方便 怎么也不会亏 真的如果抽卡是以过去作为参考的话 实在没有什么不抽万叶的理由 我想关于我前面的那一段话 有些人可能会解读成万叶过于依赖班尼特 这个是万叶的一个隐患 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 目前而言万叶看似很泛用 但是常用的主流的队伍里面 我们可以主要划分成两个体系 一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95分的万班 另一个是什么呢 没有错是万星 也就是我前面所提及的神鹤万星 以及星海武装队 他们本质上都是万星组合的其中一个分子 你就会发现万星体系的队伍 dps普遍都不是特别的高 其归根到底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星海很多时候只是在保生存 他的增幅能力是很显然没有班尼特这么简单又粗暴的 啊关于神鹤万星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懂数据应该都明白吧 神鹤万星的dps可以算的很高的根本原因是 我前面也说了 是因为像神里灵花这样的标准的2.0主c 自身素质够硬可以通过科金来解决整体dps的问题 不管是误切的提升还是神里的命值做提升都是非常大的嘛 如果神里拿着什么天目刀的话命座打开一看又是零 就算你神和万星全部五星凑齐了 你也会发现那个伤害也就是这么仁义强差 什么打个铁都有一点蛋疼的那种能慢 肯定能满的点秋香都能满的 所以由此可见啊 万星体系要论爆破力的话 还真肯定是比不上万般的 这个太显了意见了 那么关于万叶 我们聊到这里 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万般跟万星到底有什么共通点 来来来5秒钟时间521 没有错 那就是班尼特跟星海都是奶妈 不管是万般还是万星 他本质上都是在跟你说万叶必须绑定一个生存辅助 才能够形成一个体系 没有错 这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 那就是万叶 他只不过是一个增伤拐 他是不能保住队伍的生存的 那么万叶无论如何 他队伍里面肯定是需要一个奶妈来支撑队伍的生存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万叶他跟班尼特的相信非常好 因为他站在班尼特的圈上就可以进行高频的元素扩散 他跟班尼特之间的相信比绝大部分的辅助都要好 这是他的本事 而在另一方面 因为他的大范围的染色 所以导致万叶跟星海之间的相信呢 也是非常好的 有一位好友 他经常这样跟我吐槽说万叶跟星海 简直就是专门设计的神里的专辅 属于是贴心设计的那种 因为神里临华自身不具备像甘雨那样的大范围 长时间脱手的大招 所以在挂兵的方面就非常依赖万叶的大范围染兵了 而星海提供的同样是大范围的挂水 也就是说万星组合在涌动队里面所提供的功能 其实就是大范围的控制 以弥补神里流空大容易造成的dps损失 绝对是保姆级别的辅助了 时不时会看到什么 神里跟温迪莫娜的相信也很好 走都对不上 属于是暴露游戏理解了 所以说是不是官配 其实还是差距很大的 关于星海在涌动队的那一部分 以及万叶的元素爆发 两个人在设计的初期 肯定就是奔着一个队伍的模型的 所以相信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好啊 最近原神水系出的有点多啊 现在出一个随机就有人问能不能涌动队代替星海 这样的问题你们可以问一下米哈游的设计师嘛 所以说到这里 你们会发现万叶强势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跟目前原神两位顶级的生存辅助都有极强的相信 一个是长年使用率在前排的班尼特 另一个是涌动队被打了一巴掌 反而证明了自己的海天后 听到这里 你也许就听懂我在说什么了 没有错 到目前为止 原神的两大生存辅助都跟万叶有着极强的启合度 跟这样的两位好搭档相信好自然万叶的泛容性 也是不可能会不好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逻辑 大家要学会从事情的表面去总结事物的本质 万叶能不能在3.0继续保持强势的第一个关键的因素 其实是新的角色 更确切的是新的生存辅助 于是我们的思路转到这里 下一个问题就很明显了 万叶跟先前的两位热门的生存辅助 相信都这么好的话 那么下一个生存辅助呢 我先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非常露骨的问题吧 你如果你是米哈游 你会怎么设计下一个生存辅助呢 你会设计一个生存辅助 继续跟万叶之间相信好的不得了 让万叶在3.0继续大放异彩吗 股票持续走高吗 亲女儿之后又来一个亲儿子吗 呵呵是不是非常灵魂的拷问呢 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虽然完全不知道3.0会出现怎么样的角色 呵呵我不是指外表啊 外表你们可能都知道了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那就是3.0如果出现一个生存辅助的话 那么他大概率是一个草系的角色 然后第二可能啊 可能都已经小很多了 是一位水系的角色 那么于是就很有意思了呀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瞎菜一下 万叶跟下一个草系生存辅助之间的相信到底好不好呢 结合你们现在的想象力在下一个版本 风系跟草系之间会有很好的兼容性吗 不妨把视频先停下来思考一下 在目前虽然我们没有任何3.0的信息 但是结合已知的可以知道的角色 令人8重97人夜兰 米哈游近乎在给咱们明示了 那就是3.0的体系将会是以草雷水为基调的 并且也以近乎明示的方式甩在大家的脸上了 雷系的角色吃香的是精通雷 水系的角色吃香的是生命水 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一再跟大家强调不要随便吃剩衣物 尤其是对于某些属性而言是签名词条的剩衣物 就打比方说有生命值的水上杯 亦或者说双爆很高的生命头 总之大概就是这些意思吧 我在半年前的视频就这样预言了 星海以后能喝的汤可能还有很多 因为它是高贵的生命值水系 关于夜兰我也这样评价过了 你们不要看他现在抢 他以后肯定还有很多汤要喝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纯纯的生命值水系 当年整个岩系狂欢 挪爱尔汤都喝不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宁光在一旁显得如此的落寞呢 那是因为挪爱尔他是个纯正的防御力研系啊 我跟你们说还早着呢 以后出现各种什么水系的剩衣物 水系的滑管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前排喝汤喝的不亦乐乎的老角色 肯定都是星海跟夜兰 这个就是签名词条的力量 在明白了这一些之后 在看到了各种来自官方的生命水 精通雷的暗示之后 于是我们现在来一起瞎猜一下吧 那就是草雷水的体系 刚好最后还有一个格子对不对 那么顺着我们本篇视频的主旨 最后那个格子是万叶的话 效果会不会好呢 我想有很多人都在这样期待 那就是如果3.0是精通 以及生命值的时代的话 万叶是不是能大喝一口汤呢 毕竟他是可以染色的 同时他也是精通超过1000的超级辅助 那么大家可能自然就会这么去想 新的精通队伍和万叶之间的适配度 肯定是不差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先看一个片段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一直以来 我觉得万叶这个 私命存在感最高的时刻啊 就是当你猴见鬼 猴得失败的时候 你在空中缓缓的下来 你会发现万叶他那个能量是自己会充满的 这个就是万叶的四命 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无上的价值 万叶马上就要复刻了 我在这里给所有想抽满命万叶的强度党玩家啊 就不是说XP XP你肯定满命的 这没啥好说的啊 我就问一下强度党 就万叶这个三命四命五命这么的棒 那他的六命肯定强的不得了吧 才能够把三四五给平均过来 所以满命万叶值不值这个问题 我想说你想明白了这些自然就通透了 你们知道吗 在强度社区之前也有一个这样的角色 六命强无敌 所以中间的命座超级棒也无所谓 最终走向了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现在应该也是明白的吧 万叶的一命二命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六命你们感觉比消的要强吗 我想问我这样说的还不够清楚 回到视频本身 在这里我们同时给见鬼挂水 以及挂雷把握好节奏感 万叶使用元素爆发 大家注意在这里同时出现了紫色 以及蓝色的8314 万叶在这里打出了两种不同颜色的扩散伤害 同时打开面板 没有错 此时我们确定万叶是成功的进行了双扩散的 同时获得了水雷增伤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但是我们跳出来看一下外面 万叶的元素爆发染出来的风暴 是什么属性的 是谁属性的 哎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董哥 这不是基础知识吗 万叶的染色顺序就是火大于水大于雷 二于冰尼啊 没有错 所以在水雷共存的情况之下 咱们的万叶老兄也是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大招染成了水风暴 但是结合我在视频开始之初 希望大家带着的拼图大家去思考一下 水雷共存的情况之下万叶是优先减雷炕的 他必须消耗完了雷元素才可以减水炕 但是水雷共存的情况之下万叶居然优先染了水色了 有没有发现这有点奇怪呢 他优先减雷炕但是优先染水色 怎么会如此的反常时呢 万叶刮出去的风优先跟雷反应了 但是却染成了水色 嗯没有错 大家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点以及转折点了 而这个转折点呢 是在万叶上线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我在前面说了 米哈游戏在几乎以明示的方式告诉我们 3.0就是精通雷的时代 那么草系跟雷系多半就是要走精通了 对不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万叶在水雷共存的情况之下 优先减了雷炕却染成了水风暴 也就是说在这里万叶化身成了精通水 而不是精通雷 想要伪装雷系大失败 染色的优先顺序 直接给你内鬼 我们结合现在米哈游放出来的风向 都这样去猜测3.0时代的战术体系 值钱的是精通高的雷系 而不是水系 那么凭什么万叶刮出去的风优先跟雷属性反应了 最后又染成了水呢 在这里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天里的力量呢 我想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啊 我在五个月之前的视频里面这样提出过 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懂现在的现象 看不懂米哈游为什么会对星海的数值管的如此的谨慎 是因为在米哈游的眼睛里面 他们设计角色的时候环境是存在草属性的 草属性并不是在2.8设计出来 然后在3.0时装的属性 大家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啊 为什么星海上线了之后海染套还要测试这么久呢 米哈游在贝地里面测试海染套的数值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把这个过程想的非常的简单呢 就跟现有的角色搭配一下的错大错特错了 米哈游肯定是把星海跟一堆草戏的角色混在一起做了一次完整的测试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而万叶是在原神设计的最早期就存在的一个角色 那个什么八什么图啊弹幕上面你们打一下 我反正是不知道 所以我也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草属性的世界下面的万叶 而官方却不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如果从2.0的体系下面去看待万叶这个角色的话 你很难找到不抽他的理由 但是不要忘记 那就是与我们相反的是米哈游在设计万叶的最初期 打从一开始他们眼里面的万叶就是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观下面的万叶 已经跟各种寄存的草属性的角色模型混合搭配过的万叶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水雷草三种属性挤在一个队伍里面的话 你把万叶塞进去超大概率就会一个大招开出来染成的是水风暴 那么万叶想要把自己伪装成雷属性的这个如意算盘是不是就直接打空了呢 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老实说万叶能不能进入水雷草体系 在现阶段我必须打上一个非常巨大的问号 因为一块又一块的拼图拼在了一起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景象 现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体系里面有很多水系雷系草系的角色 他们必然会成为三点零的主流的新队伍 除非啊米哈游的设计师实在是太菜了 怎么做新环境都是让老队伍打得更舒服 老角色太强了 设计全都翻车了 实在控制不住 大伟哥微笑着说妥明天别来上班了啊 目前看来如果水雷草成为主流的话 这三种属性一旦混在一起 第四个角色我觉得很难是分析了 也许可以稍稍期望一下 那就是纯草雷的队伍里面 在没有这么多干扰的情况之下 也许万叶的适配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结合目前已知的情报 大家去思考一下 三点零的主角草属性真的需要一个分析的辅助吗 人家24小时无间断给自己减看好吧 所以万叶能不能在三点零保持强势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也取决于风系跟草系的适配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点 我在过去的一年视频里面 时不时就会跟大家这样吐槽说 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官方这样处处防着肖宫 深怕肖宫变强这么一丁点 然后与此同时呢 他们又不敢把雷鹰权限放进深渊十二层 出个云锦不吃你的战绩 精算师给你一算到底 比起班尼特就是不能有太大的提升 出个鱼响套间隔就是要0.2不是0.1 985精算师给你安排的妥妥的 现在再来一个夜兰 他的专武居然又要你近战 在过去的一整年给我的感觉就是米哈游对肖宫是严正以待的 但是与此同时 他们却又非常吝啬的 不愿意在深渊放一点肖宫优势大的环境 那么自自然然我的想法就是 那你一开始设计小宫上的角色是为了什么呢 而在最近我总算是想明白了 单纯的是因为米哈游他们有一个计划 他们自己能够看到 而我是看不到的 没有错就是这三四个月以来 我一直时不时会提及的潜在的多动症环境 我想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最近新出的角色出现越来越多的有追踪能力的角色了 我现在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不是米哈游 不敢把雷鹰权限放进深渊 他们只是在提早布局而已 在提早收集数据而已 他们自己内心一清二楚在3.0会进入什么样的一种环境 他们不是不敢放肖宫擅长的环境 而是先把肖宫放出来 提前做个布局罢了 不仅仅肖宫如此 实际上仙海也是如此 这两个角色在2.0看起来输出都是平平无奇的 驻场型的星海很多人都看不起了 那都说他是涌动队的工具人 没了涌动队他就玩不通了 不会有人玩什么星海 纯水队星海武装队吧 不会吧不会吧 类似的未来可期的人随处可见 但是现在你结合我对3.0的预想 也许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官方一再提防肖宫以及星海 那是因为这两个角色他本身是一种预布局 在2.0的打装环境之下 那些敌人都傻傻的站在原地跟你说弱宝软 come on打我就完事了 在这种环境之下 你自然会觉得星海跟肖宫的输出比起其他角色好像是矮了一大截的 单纯是因为中距离攻击的追踪战魔给直接没掉了 而这些跟万叶又是息息相关的 我在这里跟大家明说吧 追踪跟巨怪就是反一词 进入3.0之后 如果你看到有一部分的漂浮林头上还装了主蜻蜓飘得更快了 请不要感到丝毫的惊讶 大家去思考一下这种漂浮林你吸不吸的起来 有没有可能被吸起来 我问你如果你去做游戏设计师的话 这种原模你会设计的随便的就给温迪卷起来 然后让谁都过去乱杀一通吗 你这样设计的话 是不是新角色自带的追踪战魔全都占了个寂寞呢 哦到头来莫干纳重出江湖啊 五六千的倍率15秒的走只要丢大招就行了 然后他太简单了 还抽什么新角色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这样说了 追踪跟巨怪就是反义词 我再说的更加本质一点 那就是追踪与控制是反义词 原生这个游戏有两种控制的方式 一个就是巨怪 另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其实是冻结 你们可以细评一下我说的这句话 然后去思考一下怎么3.0这么多卫星 在推特上面都已经爆出来了 没有一个是冰系的角色 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也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巴尼特并非没有缺点的 巴尼特的设计特点非常明显 他擅长的就是移动并不频繁的打装环境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如果一面四面八方刷出来了五个漂浮林 他们头上都有竹蜻蜓 移动速度是平时的三倍 每个漂浮林都穿着红色的制服 还带着白色的面具 然后此时你看一看自己上的是雷电国家队 然后左上角的数字显示 还有两波总共15只这样的漂浮林 全都刷新在分散的位置 血压上来了没有呢 我相信大家打装队都玩得有一点腻了吧 大家可不必担心 接下来肯定有新的花样可以玩了 所以关于万叶能不能保持统治力的第三点 关键点是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的 也就是多动阵原模门的数量 以及其机制的设计啊 大方向我觉得肯定就是这个方向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过于的去担心 原生其实有很多原模 那个机制设计其实是非常愤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米哈游在后续推出的时候 还是做了一定的妥协的 就打比方说流血狗 以及后面就直接不进入深渊的空壳原模门 所以接下来尽管肉眼可见的大环境会走向多动阵啊 但是我相信米哈游到时候测试的时候肯定也会很谨慎的 并且从中做出一些必要的妥协 我觉得米哈游应该不至于再搞一次温迪那种这么绝情的 就直接一股劲冲到底的那种控制模式了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米哈游也是挺在乎网络舆论的啊 像当年的温迪那种滑坡的方式 我觉得以后应该会更加温和一点 希望我没有猜错吧 而且客观的角度来说的话 原神这个游戏呢 它有一个好的地方是无论如何它会准备了保底的四星给大家用的 就你如果练度拉起来了 那些四星的角色是有五星的替补的 就打比方说 如果环境真的进入了更加快速的节奏的话 三倍速的漂浮力越来越多的话 宁光的骨架肯定就会比现在有一个非常猛烈的攀升 并且与此同时 我相信大家燕飞该歪的也歪了差不多了 我反正小号燕飞也歪满命了 就我甚至都不记得在哪一个池子捞满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堆人站出来说四星角色满命价格比恶命的五星还高的时候 我是非常疑惑的 你平时抽五星的时候不掉四星的嘛 而且3.0肯定还会蹦出来很多四星的草戏角色的 大家多跟紧一点 我的视频就行了 你们打不过我会教你们打吗 如果还是打不过 你们可以找猫师傅或者阿光打吗 对吧 这是痛苦号 当然是要去折磨痛苦的人 就我就算了啊 哎 我主要是忙要跑步没办法 关于万叶就算他匹配不了3.0之后的新体系 他毕竟在老体系有这么多的配对可以选择的 而且老实说 我觉得在3.0左右 米哈游肯定会寻求一种办法去扩大深渊可以上场的角色的数量的 所以即使万叶在水雷草的体系下面混的不是特别的开 老体系肯定也有属于老体系的空间的嘛 更何况万叶作为辅助项的角色在没有命之座的情况之下功能都是比较齐全的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向都这样说你去抽这么多入场主c有什么用呢 在上一次温迪复刻的时候我都这样说了 与其你去抽这么多主c你还不如把看似落魄的温迪给补了 而对于万叶我也是同样的意见 各位普通的月卡党玩家结合自己的资源规划 零命的万叶这种战术价值名列前茅的用型辅助尽量确保一个 即使在3.0之后 在新的战术体系出来之后 万叶不一定会一直保持在巅峰的位置 但是零命确保我觉得都不会亏的 磕金的时候理性一点就好 好了关于原生强度环境的分析 我们这个话题今天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 友善参与热烈的讨论 一见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